33歲地盤工人張漢偉 在2021年6月被警方在藍田康華院住所 搜出黑火藥原材料和彈藥 以及在2019年期間在Telegram群組內發布信息 和成員討論自製槍械 被控管有炸藥 煽惑他人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兩罪 被告早前承認控罪 23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囚26個月 區域法院法官尤德康判刑時指 本案原材料雖然可製成1.1公斤黑火藥 但被告沒有扣入攤 因而相信他沒有打算製成黑火藥的說法 但考慮到若製成黑火藥並用於社會運動 將會造成嚴重的人命傷亡 因此即時監禁是唯一選項 以兩年六個月為量刑起點 認罪扣減後為20個月 至於煽惑他人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罪 由官說被告分享信息時正值社會動盪不安 即使他沒有侮辱言論 仍能加劇破壞社會安寧 加上案中被告在過半月內持續發布50條短信 包括如何製造武器、彈藥 若涉案Telegram群組內的成員跟隨使用 有機會針對警務人員將會是一個嚴重罪行 需要以即時監禁達至阻嚇性 因此以兩年三個月為量刑起點 認罪扣減為18個月 法官逐指被奧在本案中扣入原材料和煽惑行為 兩者之間沒有必然關係 所有控罪分期執行會對他帶來粉碎性效果 所以法庭認為可以著情處理 而且被告被拘捕後和警方適時合作 配合調查、節省時間 因此法庭考慮整體量刑原則下 將額外扣減2個月 就著兩罪共判處他監禁26個月